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網民發起在今天傍晚的時分 前往太古城商場舉行和理唱活動 其實這次的和理唱是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首次在商場內舉行的和理非活動 所以參加人數極具指標性 根據現場媒體的報導 有接近一千名市民參加其中 所以亦證明得到 市民對於整個反送中運動的熱情是沒有減退的 在過去兩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疫情嚴峻的關係 而且香港人有了2003年的慘痛經歷 所以將整庫的精神心機放在防疫抗疫工作上 是絕對不出奇的 只不過當疫情逐漸地緩和下去的時候 其實市民都會自動自覺地歸位 這也是回答得到 昨晚有些益友在直播期間打電話上來 就說很擔心市民會不會因為過去幾個月的疫情 而導致慢慢地遺忘了整個運動的初衷 慢慢地遺忘了警察在過去大半年以來的所作所為 其實今天有這麼多市民站出來 就已經給了一個斬釘截鐵的答案出來 就是不會了 其實在過去大半年以來 香港政府那些高級官員如何施以高壓統治 以及香港警察他們所干犯的惡行 根本上已經深深地落印在市民的腦海當中 這些事情全部都是在地的 絕對不會遺忘得到 所以這些擔心也是不必要的 這次活動有上千人參與 只不過在活動開始無奈 警察就已經闖入商場裡進行清場行動 到底這些警察是以什麼名堂 走進商場裡搞清場變相攬炒 又是以防控工作的名義 警察在網上公布 說留意到有市民呼籲要在太古城中心的樹 進行公眾活動 警察就說 根據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之章的規定 是不得進行多於4個人的群組聚集 即是所謂的限聚令 若然你香港特區政府 是有意真是去搞防控工作的話 一早你就要去封關 而不是搞這些 你林鄭自己都聲稱說沒有科學根據的限聚令 搭電梯又豁免 等車又豁免 上班又豁免 等外賣又豁免 唯獨是你在街上聚集就不能豁免 這些根本上就不是限聚令而是惡法 根本上你就是要確充警權 就是要授權那些警察 針對一些他不順眼的人 針對一些異見分子 就是隨意可以作出票控 就是可以毀毀兩千元 這些就是你製造這些惡法出來的初衷 如果你真的要搞防控工作的話 一早就要在邊境的口岸裏做 邊境在市區裏搞這些擾民措施 現在又要以限聚令去搞清場 當你搞清場的時候 絕大部分顧客當然就是雞飛狗走鳥獸散 難道還留在商場那裡 看到那些危險的警察在嘴巴嗎 當一個二個撤離商場以後 商場又變回一個空城 有些商戶又擔心 所以又落閘了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在搞攬炒呢 當市面慢慢有少少起色 慢慢有少少復甦 多番人流之際在這個星期日的旁晚 你突然之間搞一搞 太古城這個商場 今晚就基本上是不用做生意了 因為那些客人都被你嚇得走了 這些到底是不是對於零售業和飲食業的攬炒 是哪一個搞出來的 那些市民唱歌 你由得他們唱歌 何況都沒唱 你又開始驅趕 只不過喊一下口號 那些口號當然就是你不適合聽的 但是你那份工資已經包含了這些你不適合聽的口號 如果不是你那些人哪值那麼多錢 其實在自由市場當中 全部都是overpriced的 告訴你 好了 那這一班市民 被你驅趕了以後 人家不一樣走上太古城 那個平台那裏唱 你可以驅趕到他嗎? 人家在私人地方唱歌 關你鬼事嗎? 終於你就是管不了 這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今天又發表了一篇網誌出來 就說那些惡意拉布的議員 有破壞沒有建設 政治攬炒只會令香港進一步陷入困境 令人極度憤慨和失望 那麼有空就管束一下你屬下的香港警隊 誰才在搞攬炒 似乎現在是香港警察搞攬炒 若然你是任由市民去唱歌 這不是很多人唱歌 每個人都戴著口罩 關你鬼事嗎? 等車的時候一樣有這麼多人 坐升降機的時候一樣有這麼多人 在工作單位裡一樣有這麼多人 在商場裡本來就已經有這麼多人 真是多鬼魚 這麼喜歡譴責就譴責一下香港警隊 當市面的經濟活動有分的那些起色的時候 馬上就帶隊衝進去商場那裡 又清場又攬炒又這些路路 你是不是怕那些零售業和飲食業 是倒閉得不夠快 搞搞鎮沒有光顧 入到商場那裡又不是買東西 走去清場 實請那些商戶 說誰知道市民喜歡唱什麼 就由得他唱 理得他吵到拆天嗎? 最重要是他可以繼續 確保得到自己可以做生意 奸錢你不是 我一律幫他全部清場 好吧 整個禮拜天的晚市就不用做 拜你香港警察所賜 再說另一件事 又是關於你警察的 加州大學的柏克萊分校香港事務組織 今天在Facebook上踢爆 就說較早前收到他們學校的就業中心通知 就說警務署曾經聯絡過他們 說希望招募當地的留學生加入警隊 就業中心收到香港警務署的消息 他就不知頭不知路 當然是找回香港留學生的組織 問他到底用不需要在你們的就業平台當中 加入香港警務署的僱主 到底用不需要幫他代為宣傳 這個香港事務組織就厲害了 馬上就將這個要求斷言拒絕 說明是絕對不會幫香港警隊做任何招募宣傳 而且他們還反要求這個就業中心 麻煩你們也不要參與 這些就是骨氣 去得加州大學的柏克萊分校 大把前途是不是 洗鬼加入香港警隊 這個學生組織就說 不僅是他們這學校收到的 原來有其他留學生的組織都收到類似的信息 他們就相信香港警務署很努力地在全球 招募留學生加入警隊 彌補他們在香港難以招募大學生加入的困境 其實這個又很容易理解 因為就算是本地大學的畢業生 面對著經濟下行難找工作也好 他們都未必要委身做警察 見到你香港警察過去大半年以來的所作所為 見到你們的聲譽是差到這樣 見到你們的民望是低到這樣 他怎樣去做 沒錯做警察的確的工資 比起自由市場一定是高的 不過這只是適用於沒鬼用的人 若然他有能本事可以在自由市場當中 能夠找到一份職位 那個人工是高過做督察做散仔 他怎會加入成為香港警察這麼笨 當他做了這個警察以後 會不會自己的朋友全部不見了 會不會是斷錄親的 會不會拜年的時候 給那些小蚊子吐口水 所以那些本地大學畢業生 怎會這麼笨蛋做警察 除非他是走投無路 或是他本身的人都沒什麼資質沒什麼料到 在自由市場當中找不到這份工資 那他便會去做 好了 現在香港找不到人 就開始向那些留學生埋手 有鬼用嗎 現在已經是資訊年代 你在香港做過什麼 全世界都知道 根據那些文件顯示 原來最新入職的援助級警員當中 有45%的人都是偽進文憑畢業 只有一成八的人 是具有大學或以上的學歷 那你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 你也不會去投考散仔 如果是也會被人笑 即是跟偽進文憑畢業的人做同事 是不是傻的 大家看他拿著同一份工資 真是傻的 所以你在香港也找不到老襯 那去到那些留學生組織當中 就更加是困不到人 你就一尾請了那些偽進文憑畢業的人 是不是 對於那些人來說 三四萬人工當然是非常之高 是不是 身高良準 又有這個宿舍 又有這個那樣津貼 當然是好的 因為他在自由市場當中 是不會找到這份工資 你就招攬這些人 厲害的人怎麼會加入警隊呢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